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不仅在降雨上有明显的增加 就连温度也比昨天来的更冷一些 而光是在今天中央气象局 就同时发布了大雨 低温 以及路上强风特曝 而且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样不稳定又偏冷的天气形态 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这几天要请大家多加注意了 至于今天降雨的情形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雨量累积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今天降雨的分布状况 从雨量累积图上可以清楚看到 今天主要的雨区是集中在中部以北的地方 也就是这些黄色的区块 今天降雨最多的地方 是在新北市的万里地区 到下午5点之前的累积雨量 有超过了100毫米 而目前全台各地的雨势 也都还持续在下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等等要出门的话 一定要多加注意这个用路上的安全 而关心完了今天降雨的分布情形 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又会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明天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楚看到 在华南地区不断的有云雨带 在向东移动 而且这些云系分布的很广 所以总的来说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游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有一个重点 要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因为在华中地区 这些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影响我们的强烈大陆冷气团 因为它南下的关系 所以相对来说 这些云系也就会往南压 所以明天主要的雨期 反倒就会来到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同时也不排除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多加注意 而关心完了天气至于明天 温度上的变化又会是如何 我们再重新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明天温度上的变化 从这个地面天气图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了明天的时候 其实这个冷高压就会准备要出海 它的强度也才会慢慢地减弱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现在这个晚上开始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影响我们最大的时间点 预估在明天 光是在北部平地地区的最低温 就会下滩到只剩下10度 而在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像是拉拉山 明天的最低温会降到只剩下4度 所以提醒大家温度都是偏冷的 而在更高海拔的山区 像是这个荷欢山跟御山 受到这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如果加上水气足够的话 也不排除会有下雪的机会 而刚刚我们也有提到 这个目前的东北风还是很强劲的 所以近海的浪高也都是偏高的 风浪也都偏大 要提醒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朋友 预估明天近海最高的浪高 都会超过3公尺 所以在海上作业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 同时也要随时注意海边上风浪 以及潮汐的变化 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刚刚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是强烈大陆冷气团 影响我们最大的时间点 也是温度最冷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保暖的工作做好 一直要等到星期六之后 温度才有回升的机会 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七项预报 祝您有美好的夜晚